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看天下大小事战争和贫穷同样可怕 成千上万的中南美洲难民正在不断的涌向美墨边境 使德州边境城市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这些偕老浮佑的难民涉水进入美国国境 留宿在天寒地冻的大街上 令人同情和怜悯 在此同时 士族赛冠军阿根廷由梅西率领回到了布衣埃利斯 但是半数生活在贫穷线下的国民正在遭受90% 通货膨胀至经济压力 远在欧洲的乌克兰继续遭受战争之蹂躏 近千万人也生活在苦难之中 近百年来 墨西哥和许多中南美洲国家和美国不但是近邻 而且是纯齿相依致大后院 为什么经济一直无法发展 老实说 美国应该负有许多责任 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是何人当选的总统 而对经济上之援助相对不足 这些地区之国民 他们终身愿望就是逃到美国寻求未来之生存活路 今天的难民潮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大问题 如果我们的后院生活着千万的穷人 他们的指望只有冒险求生存 我们希望国会诸功能早日通过新的移民法案 如何落实更多的合法合格难民来美继续补充劳动力之不足 也更要正式大力协助该地区之经济发展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感谢观看